LioLio世紀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Hera 2800分 對上三位玩家 三位玩家的分數分為是900家 跟1100跟1500家 這次挑戰我覺得相當特別 選擇的地圖卻是超級隨機 超級隨機的一個分支打法又更不一樣了 那對於這個Hera來說 更是更烈士的一個玩法 因為有海戰的部分呢 如果他沒有辦法同時打陸地又打海戰的話 那他就會被封鎖魚嘛 那這個魚肉夾乘會對 這位1000家聯盟們 可能會有更大的優勢出來 所以這一把比賽我覺得有點微妙 Hera會選一個超級隨機呢 還是他真的想要來挑戰自我 好 我們就來先介紹一下Hera的文明 那Hera的文明呢 他選擇是蒙古 蒙古的話 他是有一個肉碼的血量加成 但是這個血量加成要到城堡時代時候才會有 但是他前期的這個打獵肉類加成 可以讓他出更多的肉碼 前期可以拿到一些優勢的 那後期呢轉出蒙古圖記 甚至可以一打多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蒙古圖記這個單位是非常 做壞的一個單位 也不算都要做壞啊 就是成型之後能打得贏他的單位 這個 屈指可數 沒多少的單位可以打得比蒙古圖記 那蒙古圖記呢他的後期 主要還是要打這個草雲騎兵啊 或是駱駝還有這個馬公 蒙古圖記還有大衝車 這類的單位會比較適合他的後期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三位玩家的一個文明選擇 那羅馬呢 這邊選擇的是羅馬的話 他的前期來說 經濟效益其實不是特別明顯 但是到了大後期喔 羅馬這個採集喔 這個效率會非常非常誇張 後期的經濟喔是非常好的 那前期的打法喔 可以嘗試打這個裝甲塔 因為他的步兵單位呢 每點一個步兵科技喔 會獲得雙... 會獲得兩倍的防禦力喔 所以他的裝甲步兵喔 防禦力還是三點喔 非常強大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 常見兵壓制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對方喔 是蒙古這個文明喔 所以如果真的城堡時代要壓制的話 還是要轉一些這個奴炮出來喔 當作工兵使用 進行前壓會比較好 那在團戰來說 表現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出這個軍團兵喔 或者是打出自己的百夫長 後面呢 再搭配一些大衝車喔 去做一個處理 對方蒙古圖記憶的一個策略 會更好一點喔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緬甸人 緬甸人的話 他有擁有免費的伐木技術喔 經濟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那緬甸人的話 他是比較適合打這個 飛鏢騎兵的喔 團隊來說的話 飛鏢騎兵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甚至連這個蒙古圖記喔 都有可能會被反制回去喔 如果數量太多又聚集在一起的話 飛鏢騎兵是有機會打的一個 那飛鏢騎兵這個單位喔 也是造價不便宜的 而且緬甸這個文明呢 也算是適合打大象的 所以後期如果可以轉出大象的話 會讓Hera非常難受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青色 那青色選擇的文明是達達 達達的話 其實有點像是蒙古喔 但是他更像是喔 打這個 也算是打馬弓喔 但是他更適合打這個 草原騎兵的感覺喔 原來他草原騎兵有絲護甲 還有洛馬的部分 那後期呢可以轉出這個火焰駱駝 直接重創Hera的 這個蒙古圖技喔 或是大洛馬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達達來說 如果要打贏蒙古的話 後期的火焰駱駝 是相當關鍵的 還有自己的馬功 那鐵木的工程術的部分喔 雖然可以讓巨型頭11加2射程 以陣地上來說會不錯 在團戰的表現來說 其實有點 中規中久 並不會太強 不會太弱 因為團戰有太多的變數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如多談 OK 那目前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目前看到 Hera這邊是 已經開出自己的碼頭 準備來開農了 那下方黃色呢 緬甸也是轉出兩艘漁船 左邊的青色 漁船也是蓋了出來 大家都有在捕魚喔 那目前目測喔 看起來青色是900分的玩家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這邊虎視殺羊 上億人在那邊吃羊肉 這個畫面是一個很奇怪的畫面 通常吃羊肉的話 建議是六個人吃喔 然後四個人或三個人去吃鹿肉 然後四個人去吃果子喔 明顯他這邊經濟有失調 當然這個果子也不是那麼要早吃的喔 是因為要趕快去伐木喔 轉出漁船啦 但他這麼多人在這邊走來走去 吃這個鹿肉跟豬肉就很奇怪 就有點不太協調 不如把這些走來走去的村民 去伐木會更好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 Hera這邊是把這名仙圍死了 哇他這條路線是一個 死亡島嶼啊 如果他被海岸封鎖的話 各種奴炮戰艦喔 都可以打到他家裡的 稍微海岸邊的部分喔 黃金會被控住喔 看起來Hera後期不太好打 好 來稍微看一下喔 兩邊的一個經濟搭配喔 那目前 兩邊都沒有要打海的意思喔 蒙古這邊也是繼續按漁船 沒有出戰艦 好 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誰到底是1500家的 好 這邊碼頭補第二個 誒這個紅色看起來像是1500喔 中間也沒有再繼續撒農田喔 誒喲 這個有料喔 難道是他嗎 好像又不太對 雖然這邊有差一個模仿吃這個野味喔 還算不錯喔 好 這邊為死讓洛瑪去探查 大家把洛瑪 唉唷 緬甸直接轉出洛瑪開局 好 這邊開始爆灑農田 後方的漁船沒有繼續出 三艘漁船之後就停了 好 但是現在沒有人打戰艦 但目前 Hera這邊是點出了一艘 兩艘火戰船 應該是要先來防守自己的漁船 好 這邊的部分繼續維持 戰艦部分繼續繞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碼頭的部分 好 這邊稍微點一下 目前看起來 1000家聯盟的這邊 反而是 羅馬這邊分數比較低一點 這個村民數有一點少 但打打看起來好像又正常了 你知道1100是打打嗎 好 這邊燒破一個洞 Hera這邊有打算要轉 城堡時代龍炮戰艦 洛瑪部分還沒有打算要打 這個時候Hera也可以打算可以打這個草原奇兵 也一樣有這個血量加成 而且還獲得一攻的這個射程 可以去秀操作 這也是比較適合Hera玩蒙古的一個 肉馬跟草原奇兵的 之間的一個選擇 好 這邊戰艦第一時間去燒掉了 打打這邊漁船 左邊有兩艘戰船過來 當然是要轉角遇到愛了 OK 這邊戰艦就去巡邏 要不要往上繞呢 但有一艘也繞到後方 想要來燒爆 那明天這邊漁船已經往上先拉了一下 明天在中間補下了一個城堡 好 Hera這邊是3TC開農 先把經濟弄到最好 好這邊已經升級好五戰船 火戰船就去壓制 後面還有兩艘漁船繼續防守當中 那紅色看來是有意想要打戰艦的 但城堡時代還有五秒鐘才能升級好 可能在升級好之前 自己的漁船可能就要被燒到一個不行不行了 那後面的戰艦要趕快繼續補 可能後面要再補一個漁港 去補一下戰艦的部分 好這邊這時候才開始灑農田 OK現在應該透過批數判斷了 這個羅馬 很有可能 是一成一的 打打應該是九百架沒有錯 好 這邊有點慘喔 3TC開農 但是沒有灑農田 這個就有點怪怪的吧 本來要趕快灑農田才不會斷村喔 然後村民出來也在發呆 哈哈 打打應該是九百架沒錯 那 紅色羅馬 雖然村民數稍微落後蠻多的喔 是因為他TC沒有開那麼快 而且是出戰券 在跟黑拉 斡旋當中 斡旋 好 那這邊羅馬點下了長劍兵 還有步兵鎧甲的升級 敏天這邊呢 也是爆出了大量的飛鏢騎兵喔 打打這邊則是已經快速成型 擁有免費的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béo 欸唷 這邊被射到有點痛 好 大家看是全境入境 但是 這邊 打破個洞來 這邊上面趕快為 這個城門可能會有點難為起來 好 跑掉後面再繼續圍 讓他更多村民直接圍死 這個在路勤進來可能就沒救 OK 趕快圍 哇 還是有些石牆來不及圍好 黑拉這邊出現了防守失誤了 這一波溜進去 重創黑拉的村民打得還不錯 但是以海戰的部分來說 黑拉已經騷擾到非常多的碼頭了 好 投資車開扁 好 這邊再開始轉出蒙古途徑 好 跑速也點下了 那已成型時間還是需要非常久 連電用時代都還沒有上 那分數來說是4600分 還是全場分數最高的 那羅馬這邊是打出了常見兵 開始把兵往外派了 常見兵幫忙出來打 但是這邊有一個火戰船 在這邊騷擾登陸島的這個村民 還有這些兵喔 好 欸 欸 這裡怎麼有一台投資車 會換掉了嗎 欸 投資車好像被換掉了 看起來是用蒙古途徑去射掉的 好 這邊蒙古途徑出來 稍微反打一下 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黑拉這邊能夠秀得了嗎 哇 現在一發集火射不了飛鏢騎兵 這邊可能還要再更多隻才有機會喔 OK 先偷偷點下帝王時代 確實喔 現在沒有帝王的話 黑拉是沒有辦法打出更多的優勢來的 好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喔 自爆船想要炸 沒機會炸到 好 補下了一級的馬卡科技 好 那緬甸這邊呢 也是繼續量產飛鏢騎兵 不想讓自己的飛鏢騎兵數量太少 那升到帝王時代的 結果是打打嗎 結果打打不是900加 好奇怪 好奇怪 這場我真的分不出誰才是900加了 怎麼感覺大家都有點厲害啊 哇 這個用看畫面有一點難猜得出來誰是900加了 1100跟900加應該是蠻相似的 但誰是1500加呢 那問題就是誰是1500呢 1500看起來是緬甸 緬甸這邊村民術 我覺得村民術是一個很好判斷對方是多少分數的玩家 因為對於進攻不斷撐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是一個很快的事情 然後邊進攻又不斷撐喔 只是分數越高 越不太容易會有這種失誤的 但這把看起來就有點微妙 OK 那升到帝王時代 賀拉第一時間把弱馬升到為大弱馬升級 血量來到了118滴血 蒙古土機的部分來到了6加4攻擊 正面城堡也拆除 這邊準備要來逆轉戰局了嗎 直接射掉 正面拆除所有的建築物 蒙古土機不敢冒然前進 這邊開始為大四槍防守 三加要來阻擋蒙古大軍的前進啊 好 蒙古再繼續往前 但這邊一過來就看到一堆大四槍 但中間有木門 那就先打木門啦 木門打一打 很快就可以突破出去了 好 但左邊好像有洞 有洞欸 哇 結果也沒有直接衝進去 好啦 拉了一些弱馬去直接去包抄 好 正面的部分 飛鏢騎兵開始往前給壓力 哇 這邊有54隻喔 數量很多 然後黑拉這邊絕對不能用 這個橫列陣法 一定要趕快用閃陣喔 把所有的蒙古土機散開來喔 才不會被飛鏢騎兵這個打歪的效果 或者擴散傷害的感覺 好 這邊直接往前 單飛鏢騎兵還沒有點一下安息人戰術 遠防有點低 被蒙古土機射得有點痛 這邊大洛馬直接上前開始進輸出 順便當漏盾 吸掉了非常多飛鏢騎兵的傷害 那黑拉這邊沒有更多的大洛馬 可以繼續往前 這邊巨型頭司機可能要撤退 好 黑拉這邊開始升級了 重型爆破船的升級 想要來直接開炸 這個潛灘處的單位喔 但是對於只能打正面的情況上來說 黑拉可能很困難 因為沒有辦法去燒敵方軍的村民喔 沒有辦法讓他們多線操作 我們現在就可以專心控正面喔 然後把所有的兵全部送到前線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部分是 黑拉會比較 在這張地圖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喔 除非自己要用運輸船喔 趕快把兵運到其他地方 去燒對方的村民喔 才有可能讓對方打一個多線 然後這邊重型爆破船已經升級好了 欸 欸 這邊打打 怎麼這樣子拉 拉著老頭往前走 怪怪的 自爆船來了 哇 再來一個 哇 大量馬功全部死去 OK 經過這一波 已經可以確定了 打打應該是900家了 他怎麼會拉著老頭一起移動呢 這是萬萬不可能 這肯定是沒有編對馬功這個單位喔 所以才會有這種問題出現 他一定是全選 然後開始移動的 好 好 那這邊紅色羅馬 也點下了金冠野戰軍喔 開始要轉出百夫長 那現在百夫長加上軍團兵喔 是對抗蒙古圖技喔 這邊最好的一個打法 用強大的兵種 直接壓制敵人 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但是科技方面呢 也要趕快升上去喔 軍團兵只能撐一死喔 不能撐一輩子 好 軍團兵現在是有19貢傷害 非常痛 好 這邊隊友往前 軍團兵在外面發呆 當然為什麼大家不敢往前是因為害怕啊 HERA又在繼續使用自爆船 去炸自己的兵喔 所以大家其實沒有那麼敢去繼續走上這個潛灘喔 好 這邊潛灘往前 想用攝影的自爆船過來 想要拉一坨回頭打一下 那看起來緬甘確實是1500加沒有錯 唉唷唉唷怎麼有點LAG呢 好那看到這邊巨型頭巨被拆掉了一台 OK這邊馬弓開始往前 哇這個LAG看起來是RP的LAG喔 不是我電腦的LAG喔 OK又順暢了 好但第一時間自爆船三艘被打爆 後面補殺了更多的自爆船 這邊想要直接攻擊左邊的軍團兵 軍團兵直接損失慘重 死了一大片紅色的披風在地上 但左邊有一群的飛鏢騎兵也是被炸到了 這邊神風自爆船打到傷害非常的好 這邊巨型頭巨要趕快撤退 但是自爆船過來支援炸到了一些 後面有更多的軍團兵補了上來 直接上前硬戳也不管了 好白副長開始進行輸出 好但羅馬這一戳的軍團可能已經損失殆盡 後面的巨頭也被修了回來 黑拉這一波能不能突破重圍呢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黑拉這邊黃金還有1040 1513 那目前看到 青色的資源有6000多肉 3000多黃金了 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精彩回放 好 OK 它把再一波全部送掉了 黃色的 遠界的巨型頭巨也被大洛馬給處理掉了 目前這一波大戰看起來 黑拉還是有一點難突破這邊城牆的部分 一直在這邊打下去不是辦法 一定要趕快打破一個洞來喔 OK這裡有一個洞了 黑拉趕快可以把所有的大洛馬開始往上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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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拉趕快把所有的大洛馬開始往上派喔 正面的部分使用自爆船來防守可能就差不多了 欸這邊其實可以 偷用巨頭來開拆欸 不知道黑拉有沒有看到這根城堡 哇又一個 哇這個青色 哇 又炸到羅馬軍團 自爆船根本就是MVP啦 拿打這一波的資源喔 全部送在了馬公上 馬公瘋狂被炸了死了 好現在大洛馬可以往後走 但是其實羅馬 最後秘密修組了新的城牆 所以現在大洛馬往前衝 可能也沒有辦法往後繼續突進了 那黑拉的蒙古突進的數量 一直維持在20隻左右而已喔 還是有點偏少 至少補到30隻左右 這個戰力會更明顯一點 唉唷這邊快點到巨頭欸 好賺 Nice 直接點掉喔 好這邊終於用閃陣了 沒有聚在一起 終於學乖了 不知道為什麼 達達這邊分數是最高的 反而是 這有點怪怪的 達達感覺沒做什麼事情 一直在送兵 然後分數去是最高 這就是一直讓我 沒有辦法分辨出 誰是900家的一個問題啊 那看起來 看起來達達是最廢的 但是他分數卻很高 好這邊 使用蒙古突擊 開始反制馬攻回去 這邊自爆船又再來一波 趕快往後跑 哇 照到一點點 這次 逃得還算蠻快的 好 直接用大羅馬去抓掉 左邊巨頭 巨頭直接反制了 赫拉的巨頭回去 赫拉的巨頭 這邊中間有五個巨型頭司機 開始進行工程 正面中間打出了一些缺口 但是羅馬大軍又來了 這邊自爆船 馬上補上 羅馬軍隊 看到這邊 還是不敢 往前 那這邊 其實1000家聯盟 可以趕快有些人出老頭 去造想這個自爆船 如果能造想到自爆船的話 損失的就是黑了 這邊 能轉出老頭科技的話 只有緬甸 因為緬甸這邊的 科技是半價的 老頭科技 所以點這個475 或是其他科技來說 會更快一點 那他現在出了這些 飛鏢騎兵想要扛住正面 就已經很困難了 那時候 魔物圖技的數量中 來到32隻 威力已經可以形成到 可以殲滅到一個小隊了 好 這邊直接高地反殺 這邊 這邊 這個飛鏢騎兵有機會喔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 羅馬軍團已經跟過來 自爆船在後面 蓄勢帶發 再炸個一波 炸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但是後方的巨型頭司 會有點危險 OK 飛鏢騎兵直接肉身扛下來 非常多的魔物圖技的傷害 魔物圖技的數量也剩下 來到26隻 數量就開始被消滅了一點 中間這個城堡能夠拿下來嗎 後面4台巨型頭司機 繼續輸出當中 這個城堡可能蓋好也要掉了 這裡可能也不能Delete掉了 這根城堡 看起來是要來白給了 哇 地上都是紅色披風 羅馬軍團已經死得非常慘烈 但不得不說 他們守得真是蠻好的 一千加聯盟打得不錯 這波防守很OK 本來以為要被打進去了 結果後面4台巨頭 直接阻止了這個夢想 反而是打打這邊 用巨型頭司機立大功 不然那根城堡被建起來 可能有機會就變成一個主力點了 就可以繼續往前進攻了 好 這邊誰轉出了老頭 看到老頭在補血喔 好 就是黑打上面 也拿了一個老頭出來 來補一下魔不圖技的血量 好 中間在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上方的部分 有人轉出了頭石車戰艦 要來拆除上方的城堡 這個叫做德羅蒙戰艦 會投石車 好 目前看到羅馬 轉出了奴炮戰艦升級 呃...青色 這邊點下一級攻 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一千加聯盟 這邊是有什麼打算了 好 這邊直接撤出潛攤之處 開始繼續輸出 哇 這邊直接大軍殺進 但是這裡馬攻數量很多直接硬扛 黑標奇兵直接竄到了中間 但是直接被肉馬跟夢圖技包夾 這波往前衝是不是有點疑慮 好 黑蘿這邊再次使用峻頭 自己反制了城堡回去 證明再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一波是黑蘿的最後的希望 這裡要是打不進去的話 黑蘿就沒有機會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黑蘿現在使用大量的軍隊 直接往前前進 但是打打補了更多馬攻 到了前線想要來幫忙 OK 達羅馬繼續往前 城堡已經蓋好 好 後面的馬攻繼續射擊 看起來不妙 這一波黑蘿應該是要 婆婆婆的拿下來了 中間的這個區域 然後中間拿下來 這裡又有黃金可以挖 黑蘿就可以繼續續命了 好 但這個城堡能夠守住嗎 但是打打的馬攻數量還是很多 以支援量來說打打是最多支援的 緬甸這邊已經快要開始斷支援了 支援量快要不夠 當然快達這邊支援也是用得更極限 支援量都剩幾百幾百的 好 中心爆破傳在後面繼續防守 但是上方的投石車戰艦 在拆除在碼頭 這個碼頭要回頭守一下 好 羅馬這邊也被迫轉了一些槍兵 還有軍船兵出來 上面這邊有洞耶 好 這邊自爆傳過來 想來解掉上方的戰艦的問題 OK 解掉一個 這邊要散開來嗎 哎呀 炸到了 又炸到了 投石車戰艦全會 只剩下奴炮戰船 好 正面的部分 是繼續用巨女投石機慢慢攻城當中 OK 上方城堡終於拿下 左邊有非常多的大羅馬衝了過來 但是防禦沒有升級好 防禦是非常薄弱的 OK 把城堡裡面的魔果圖機放出來進行輸出 這邊拉了一些大羅馬直接直擊後方的巨女投石機 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好 黑拉這邊來到了正面 開始挖了黃金 正面要怎麼繼續進攻呢 現在目前 羅馬開始轉出了戰艦 想要封鎖正面的海域 讓黑拉沒有辦法繼續把兵 接待這個正面的位置 好 手點一下 紅色點一下銀罐技術 多重奴 讓奴炮戰舰的發射速度更快一點 還有這個奴炮 縱取奴炮也是 打蒙古來說 用工程器其實蠻難用的 因為蒙古土技有打這個 工程器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目前要打破這邊大軍 以百夫長為首 然後現在緬甸沒有飛鏢騎兵 可以用的情況下 就要轉大洛馬 還有槍兵出來打會更好一點 那打打的部分呢 就是馬工洛馬繼續出就可以了 或是出這個火焰駱駝 但他試圖沒有意識到 這一把他是火焰駱駝有多麼強力 火焰駝就是陸地上自爆兵 而且是對騎兵單位的加成非常多的 所以打到這邊轉出火焰駝駝的話 很有機會可以守得下 這裡有更多的蒙古土技 開始輸出後方的飛鏢騎兵 但飛鏢騎兵有點扛不太住 左邊這根城堡快要拿下來 投資的戰劍雖然開始多了起來 後方戰劍有點麻煩 雖然赫拉要打後方戰劍 實在是有點傷腦筋 好但這邊有跟非常多的洞 要往後衝了嗎 但這一波往後衝會有去補回喔 好正面的打打開始返回殺了回去 蒙古這邊支援只剩下300肉 赫拉突然打出了拒絕 這場比賽對赫拉實在是有夠不利喔 海陸進攻真是會很頭痛喔 雖然這個海域一度之間也是變成 赫拉的一個強力的搶灘的一個 自爆船的一個重點 如果沒有自爆船的話 這邊搶灘可能會搶得更痛苦 但是後期只要支援不夠的話 遇到對方戰劍出來之後 沿岸都會被騷擾 更多支援這個墓區都會直接斷掉 沒有木頭的話 赫拉也只能打出GG 好來看一下支援的部分 支援的部分是由 赫拉這邊拿下經濟的第一名 木材則是緬甸拿下的最多 實用的話是49000肉 肉量非常多 黃金的部分則是 打打少量贏了200左右的黃金而已 那來看一下KD值 KD值是赫拉這邊拿到1.73KD 一隻單位可以擊殺1.73個單位 非常強 打打機中間是1比1的交換 沒有想到他在自爆船那邊 送了這麼多的馬工 他的交換比還可以來到1.06 難道打打才是1500分嗎 目前看起來 羅馬感覺就是900分沒錯 沒想到緬甸也是蠻厲害的 1100分的玩家 可以打出這麼多的飛鏢騎兵 還有大羅馬出來扛住正面 這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很尷尬